美食沙漠 開始啦 哈囉 諾基 我們今天要來拍這個 新竹不是美食沙漠第二集 其實我們上次拍過一兩次了吧 對不對 我們都在外面跑 但是我覺得廟口 我從來都沒有認真吃過 今天認真把廟口吃吃看 所以我會稍微看人多的去吃吃看 然後還有一些網路推薦的也吃吃看 我還沒有體驗過新竹共玩的power 只有體驗過那個鴨肉 還有肉圓 大家大概就把這邊吃個一輪 然後看附近還有什麼可以吃的 大概就是以廟口為中心的新竹市美食 打破金口門魔咒 然後我們開始要認真收錄這個湯麒麟 美食手冊 我們等一下評個一到三星怎麼樣 好 那我們就來吃第一家 就在後面 這家好像很有名對不對 你吃過嗎 我沒吃過 店員有一種厭世感 好 我們點了這個 這個叫做粉牆 水在上石在下 然後我剛剛稍微查了一下 教育部有證明這個念牆 很強也強 用太白粉加豬脊肉的涼腸吧 然後諾姬最愛的豆腐 然後滷白菜 然後肉跟湯 然後肉燥飯 但是因為控碼看起來太厲害了 就加一塊控碼 滷鴨蛋跟米粉 而且這家最有趣的是 它的招牌菜上面沒有貢丸 它有賣但是它沒有在那個榜單上 所以我們等一下再吃別人家貢丸 那我現在來吃粉牆 但是我記得這宜蘭也有 它這個黑白菜裡面常出現 台北比較少 肉是比較偏瘦肉 然後涼涼的 然後裡面的醬是有一點蒜泥感這樣 很好吃 我很喜歡吃這個 我的豆腐會很厲害有沒有 這臭豆腐吧 手工古早味裡面就是 就是很紮實啊 可是滷白菜也給太多了 然後它可以那個香菜跟油蔥酥自取 它的滷白菜很妙 它的金針菇超多的 很像是大金針菇 味道是比較沒那麼油 沒那麼重 比較偏清爽 然後一樣有蝦米 真的不錯 離婚 嗯 台北的炒米粉 會比較乾 比較細 這邊的米粉是水那一點 然後也不會到很粗 很比較 絲 那個絲啊 絲絲入口的絲 你知道那念絲嗎 絲絲入口 絲 絲 絲 這個直接電死 這痛吧 你不覺得我有時候在路上 都會做一些 反人類的行為嗎 你一直都反人類啊 說這也是 他們說請問一下 你是不是長得很像一個王 喔不是 他們通常都會覺得你會說是 比如說去餐廳結帳的時候 他們就會問說 那你今天吃得好嗎 我會說不好 這就不好吃嗎 問問講 可以吧 可以說吧 我以為有付錢 嗯 烏鴨蛋 嗯 鴨蛋滷得很透徹 然後現在來個肉燥飯 酸菜的肉燥飯 放胡椒這樣 它吃起來是 飯是硬的 喔是比較偏乾的滷肉飯 肉燥不會很黏牙 但是蠻香的 那蠻好吃的 然後飯又不會太濕 我不喜歡濕滷肉飯 然後再來就是焢巴 它滷得非常好 那個肉 不會太柴 然後上面那個肥 其實有點綿密 綿綿密密 它沒有到化掉或太粗 但是正好是綿的那個肥油 所以你肥瘦一起吃 吃 這個肉燥 勾芡度比較低的肉燥 湯淇淋的話要給這個柳家 我覺得不行 真的很嚴格 比我想像中的嚴格 好 等一下再下一家 有吃過草莓香腸嗎 有 那有吃過草莓肉丸嗎 沒有 那它這個是吧 紅糟啦 它說它是傳統的 蔥肉肉丸 紅色就是糟 紅糟 它的皮很Q 然後炸得有點恰恰的 其實真的還不錯吃耶 紅糟肉算咬起來有點嫩 但它的皮脆脆QQ的 然後再加上甜醬 有一種額食感蠻快樂的 我們吃了這個綜合貢丸大補湯 老闆這是原味的包餡 香菇 原味 肉丸 肉丸是這個 包什麼餡 它是寫包餡啊 一個臭包餡 怪獅 很澎湃 很澎湃耶 那一餡有肉 香菇 開爆 很客家 肉真的很香 它裡面的那個 不知道是藥材還是什麼 新竹人在外面吃貢丸 真的會增氣 這邊貢丸真的蠻好吃的 Q彈多汁香氣 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自己以前也做貢丸的嘛 對不對 對啊 那個我們在貢丸是自己 用肉自己打 吃肉的貢丸 吃起來是真的不一樣 會爆漿耶 然後這家貢丸我也很虧 然後配合它的肉丸 一斤 等一下換你 來來洛基吃大丸 肉丸 肉丸 它裡面有包那個 那個 彥甫 壁起來是什麼 喔 壁起來 對 它有一個 脆脆的 好吃嗎 紮實的肉羹 很讚 我喜歡這種白胡椒湯 喔 不一樣喔 油亮油亮 好 沒辣完 還不是 我好喜歡它的皮 對 有夠Q耶 我拉不起來 我好像在釣魚一樣 因為現在這個太浮誇了 有沒有 好吃喔 插插 外出內的 肉很有嚼勁 對 只是皮很讚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 偏鹹的醬 它這個醬 喔 它很甜 好吃 好吃 好 我們現在在這個 哥哥跟志願新聞有看過 很有名 剛剛有跟老闆聊 就以前 那個外省人來這邊 本省人都講那個 狗狗 狗狗是什麼 諾姬 對 外省人聽不懂 有點哥哥 還好我不是外省人 我是一半一半 今天終於在這個市場 看到了 是羹的東西 真的狗狗 然後它有這個 肉酥 魷魚 肉羹 跟花枝羹 還滿豐富的耶 而且這樣一大碗才45塊 我想想那個 熱叉 那個真的是 又少又貴 這是羹 終於是羹 好喝 然後這是肉酥 好脆喔 炸肉酥好吃喔 肉羹 有點醃製過 很好吃 難怪三味劍也來過 這是杏濟羹 這應該是魚啊 白的是什麼魚 鯊 鯊魚 有一個海味就是 但是滿特別的 然後魷魚 脆 沙膀脆 好吃 而且它有放很多青菜 分量滿大的 肉機有沒有懷念這個 有 我們之前在嘉義吃的米糕 都是竹子做的那個 超好吃 這個其實超方便 招牌是蔥肉 然後芋頭 芋香的今天賣完了 老闆你貼心只給我一顆 不然我會崩潰 它的紅椒肉 很紮實一整塊 然後都有入味淹進去 它的醬 比較沒有上加那麼甜 鹹度夠 然後再來它的皮 一個黏膩度 跟另外那一家的感覺 都不一樣 可是很好吃 一樣我們給它1.5 上次吃這個在台北歸水了 你發現了 清燉豬腳 結果新竹有一間老黃還有紅 我們剛剛正好入貨 這是第幾家 第四家店 只有在拍24小時的感覺 我現在叫的是當歸豬腳湯 聞起來超香 肉超嫩的 它整個 跨在裡面 當歸味很重很香 很好 溫膩這樣 然後肉也非常嫩 很嫩 觀用河道 我覺得如果來新竹 附近 你想喝上歸豬腳這家 這是必醉 1.5 還有麵線滷肉飯 我都不點了 我吃不完 我把這吃完就好笑 你知道哪裡的人最寂寞嗎 哪裡 愛吃寂寞人 愛死寂寞人 剛剛城隍那邊人太多了 然後我們就順著城隍外面逛啊逛 你就發現都是吃的也太多了吧 所以之前我們每次來新竹 我們那個圍的鄉鎮打城市 那覺得遠 認真在市區吃其實還蠻飽 我們看兩三個小時就已經連吃四五家 已經快吐了 最後再吃個甜點 這個叫做大力粉圓 我們來看有多大力 我們點綜合的 哇這是什麼 鳳梨綠豆紅豆 這麼大力的粉圓 嗯 還好吃的 城隍廟吃的真的超多 而且每一家都不錯 然後老闆都會互相介紹 還有一些是我們觀眾 都裡面太熱了 而且都是湯 這吃的滿頭大汗真的很可怕 一定要出來吃點餅 其實新竹真的還蠻宜居的啦 這邊街上漫步的肉其實還不錯 特代醬 很冰涼 天然的那種 化冰跟料的搭配 就是很古早味感很讚 而且它有一點 香蕉冰的味道 紅豆綠豆的那個 沙沙的感覺很搭 喔 星星喔 經過可以吃啊 那就是一星 一星就是 經過可以試試 第二個是 有時間可以去吃 那三顆星就是 持生必吃 那1.5跟2的中間就是 比1經過一點吃吃 可以多花一點時間吃吃 你看我要模仿一個人 喔 肥波來了 對 我要肥波 直接開吃 感受一下 好吃耶 有清冰味對不對 沒有啊 有啦 綠豆燉得很爛 所以它整個 湯裡面都充製了綠豆的味道 而且它紅豆也燉爛啦 對啊 好吃耶 舌頭一壓就整個碎掉 那你要不要幫觀眾測一個熱芋泥 我是不行的 中秋節至明年端午限定販售 熱芋泥 我不喜歡芋泥 謝謝 而且你看它是白色的那種 對啊 所以這叫你覺得讚 用料紮實 不錯 大 我果然才是 好舌頭喔 我就問老闆 老闆你們有清冰或加香蕉水嗎 他說有 香蕉有 古早味的味道 就在這裡 21 256 257 3839 Yeah 這裡是哪 金竹 然後它就是突然外面有一個 神奇的 中正台 一個招牌 然後裡面就是這樣一階一階一階 就是賣衣服吃的 反正有一點像五分服 然後洛基一講我會覺得 欸很像泰國有個超級世界最大的市集 對 然後裡面為什麼叫中正台 這邊左邊是一個中正台 眷村的 市令的 對 怎麼會有這麼鏘的地方 今天我們來新竹就快閃一下 然後三四個小時 但我們也吃了五六家店 而且都在市區 城隍廟附近 其實還蠻讚的 我覺得大家突然很愛開 新竹人玩笑什麼沙漠啊 金狗門啊 但是我真的覺得沒有那麼糟 而且我們都來那麼多次 每次都有新發現對不對 對 而且有很多店我想去的 今天還沒開 運氣不好 就覺得新竹是蠻值得再探訪 也不要都只去東門市場啦 像廟口其實就很夠的吃 那廟口外面其實也很多吃 之後我跟諾基會一直再多拍一點這種 湯其林旅遊 米其林指南就是有分旅遊跟吃 那我結合成一本 就叫湯其林 有吃有玩 然後大概過個一年 拍個二十幾集以後 我們就出書 上面會有一個 比比登寶寶 然後我會把臉Key上去變這樣 老闆的書還早出版 老闆現在還要寫童書 你知道嗎 他說有人找我寫童書耶 讚喔 那他寫的一本要不要寫啊 好啦 反正今天的新竹美食沙漠第二趟挑戰之旅 我覺得還是成功 那雖然都是異星 但是我覺得有異星其實就很厲害了 因為這些都是比較是 傳統小吃或是我家巷口那種等級 但是都是好吃的東西 所以大家下次來新竹自己多逛逛 也可以來這個中正台 看看衣服很多醜男醜女 還蠻好玩 好啦就這樣啦 那如果喜歡影片就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跟諾基之後就會有很多這種小旅行就是了 好 掰掰